大家好,我是邱迪 在反复观看了原视频以后 对于罗列的以下几点问题 我个人与原作者的认知基本一致 其中所谈到的一些问题 的确是中国篮球目前发展的痛点 但是,我有两点信息需要补充 第一,这里面大多提到的问题 是比较宏观的历史遗留问题 并不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 且这些问题所牵扯的社会各方利益相对复杂 想要彻底根治需要时间 这几年的针对性改革 也让其中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缓解 拿改年龄举例 这个现象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 即使一些中国篮球黄金年代的球员 其实也存在调整年龄的嫌疑 随着目前中国户籍系统管理的加强 古龄测试的广泛应用 信息的高度透明化 以及举国体制的消退 改年龄的操作难度大幅增加 背后的动机也有所减小 相比以往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第二 这些问题也并不属于完全不能讨论的禁忌话题 整个中国篮球圈也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些问题的存在 就拿改年龄的问题来说 虎扑国区可以堪称中国篮球年龄问题的纪检委 很多球员的改年龄直接证据 都是从论坛里流出的 而圈内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人苏群杨毅 以及篮潭民宿王世鹏 都在较公开的场合明示或者暗示过此类现象的危害 其实作为我本人 也同样认为曝光这种阻碍中国男篮发展的现象 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去年一整年中 我在个人微博平台发布了总共六篇 关于中国青年篮球人才培养 以及联赛制度等话题的文章 针对我个人参加过的各个年龄段的赛事活动 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以及解决方案 然而敢说不等于胡说 在有质疑精神的同时 也要注意尊重客观事实 以下所列举的视频片段 是存在个人偏见 造谣传谣 恶意诋毁等嫌疑的 将会对大众认知有着非常大的误导作用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还原事实真相 第一点 作者在视频中公开诋毁CBA球员的职业精神和训练态度 具体片段如下 而且那个年代有一个叫81队的球队 他们都是军人 就入了军级以后 你不打球或者打球都跟你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命令 你必须服从 那你就必须热爱这个东西 必须就做这个东西 现在不一样了 你看王志志有一次在采访中就说 现在我带的81队的球员 有的时候就在旁边打王者荣耀 我训练的时候打王者荣耀 还不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NBA球员也打游戏 打电子游戏 但是他们是在家里放松的时候打 不会在训练的时候打 那王志志说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球员都会拿着手机打王者荣耀 这个真的是 这是真人真事 我可以上场截图 就是采访里面说的 为了求证真相 我找到了这段采访的视频出处 来自于BTV北京台 2018年7月21日的天天有约节目 这也是我在大量搜索以后 发现的唯一一次 王志志指导在公开场合 谈论关于王者荣耀的话题 原视频片段如下 有些情况是没时间没时间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他不是不琢磨 他们打那个这什么 我这那什么王者荣耀 也琢磨 琢磨好人了 一下来说你往前点 你往左点 你往后点 因为你们这场上挣钱的事 你们不琢磨 下边花钱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琢磨 然后再场上不琢磨 我怎么一下能有30条命 走走又有AABB 这一段采访内容的大意是 王志志指导认为队员应该更加专注的打磨个人技术 并且在球场上训练时应该和玩游戏时一样增加相互之间的沟通 且通篇强调了队员是在场下休闲的时候打游戏 而视频作者就直接把事实扭曲成队员在训练中打游戏 还在结尾刻意加了句 来强调他消息源的可靠程度 这的确是非常不妥的做法 下面这段用方硕的成长经历来证明 俱乐部打压青年球员的例子也是漏洞百出 我们来具体分析下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我开始还不信 后来我到网上去查 我看那个方硕 那天方硕的表现正好非常好 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打那个尼日利亚 他一开场进了三个三分 我去查方硕的资料 哎呀这个人不得了 十八九岁就进了北京队 天才 结果呢 坐板凳坐到24岁 才让他上场打球 那中间这五六年时间 就是白白荒废了 你知道吗 如果说方硕荒废了五六年的 这个上场时间 还能现在打国家队的主力 那他如果没有荒废这个时间 那他现在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我都不可 不可说 不敢估量 你知道吗 东方虚空可思量 否也世尊 那其中差这么多年 冷板凳干嘛去了 都他妈关系 如果方硕有一个叔叔 叫方大硕 在北京队 我觉得他不用等五六年 也就那么两三年 就进了北京队的这个主力轮换阵了 第一 方硕是一名从校园走出来的球员 在18岁上一队以前 只有校园篮球的经历 在青少年阶段 也没有得到过国字号的征招 从业余的高中耐克联赛 到中国最顶尖的职业联赛 任何新人都需要花时间 适应成年队的强度 第二 方硕做板灯的另一原因 是当时北京队的后卫线 有多名明星球员 本身竞争就十分激烈 从08赛季到14赛季 北京队后卫线的主要球员有 CBA最佳新秀谢立斌 前北京队队长 国家队后卫张云松 CBA三届MVP马布里 12年CBA总决赛MVP李学林 和刚刚从NBA回来的 前国家队后卫孙悦 第三 北京队11年到15年 都是CBA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并且在期间 获得了总共三次总冠军 在这样一个年年 都有冲冠可能的球队里 确实不会在空位 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给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 有太多锻炼的机会 第四 方硕从纯身体天赋角度来说 并不十分突出 且在青少年阶段 也不属于国家级别的天才球员 俱乐部甚至一度 把年轻球员培养的重心 放在与方硕 同龄 同位置 同背景 但校园篮球荣誉 更加出色的陈士东身上 方硕自己也曾在 《我们的世界杯》一篇中 承认刚上一队时 自己实力的缺陷 并十分感谢 当初自己那段坎坷的岁月 之前也听你说过 其实你上队之前 包括在球队打球的时候 队伍会把你 安排到一个录像的职位 你给我们介绍这个故事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段财富 以现在这种心态来去回想 那个时候 上了一队之后 可能没有 自己一个是能力 二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 所以在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 可能是需要去 为球队去做这些 慢慢的让自己心里 承受这是一方面 那可能自己站在一个 场外的人的角度 来看那场比赛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 更比较特殊的一个角度 来去 来去怎么说呢 来去观察这种比赛吧 最后一点 在08到14赛季 由于北京队在封线上 球员储备的匮乏 敏鲁磊指导 大胆提拔了20岁左右的 翟小川和朱元熙 两人最终也数次在比赛中 发挥经验 也因此被球迷称为 北京双子星 以上的所有的论据 足以证明 目前绝大多数年轻球员 能否得到重用的直接因素 还是要看个人实力 而并不是所谓的关系 方硕是真的是做了五六年冷板凳 就是一分钟都没得打 最后才打上CBA的这个比赛 那期间呢 马布里还问北京队 我能不能带方硕去美国练球 当时马布里也带北京 北京队是拒绝的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北京队在这个体制上 这么限制方硕的个人发展 你又不让他打球 你也不可能让他转会 对吧 北京那些领导 肯定觉得这个人是我培养出来的 我怎么能够肥水流 万人天呢 就是分你我 知道吗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害了中国的这个大团结 就不应该分你我 你搞不懂这些问题 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是极度片面的 首先 方硕前六个赛季 并不是你口中 一分钟都打不了的球员 且除了1314赛季以外 其余赛季的上场时间和得分 整体呈增长趋势 其次 对于方硕未能和马布里 去特训这件事情 和北京队的关系并不大 马布里邀请方硕赴美特训 发生在15年夏天 与此同时 方硕由于在总决赛里的个人出色表现 第一次入选了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作为联赛里刚刚有起测的年轻球员 且人生第一次得到国字号球队的征招 我个人觉得 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因为特训的机会 而选择放国家队的鸽子 在这个夏天 方硕在国家队以及国奥队接连打了包括斯坦克维奇杯 苏州八国赛在内的20多场比赛 个人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 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 方硕不论在出场时间 得分 助攻 篮板等八项数据上都取得了职业生涯的新高 同时 这段国家队的经历 也为方硕未来国字号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这段关于比赛热身问题的探讨就充分显示出了 作者会为了表达个人观点而强行硬拗论据 那这个离真理越近的人呢 很显然是篮球智商越高的人 对吧 那就是赛前训练的时候 赛前训练的时候 你能看到中国对那只扣篮啊 哇 引起那个现场一阵阵那个 迷媚的欢呼尖叫啊 这是大家的关注点就会放在 比如说或者说 中国人更喜欢是修个人技术 然后大家头发发型啊 鞋子也都不一样 虽然都是耐克赞助的 想把篮球当做是一个个人表演的 这么的感觉在做 篮球场上也是一样的 大家五个人要协调 你看日本人都是留着小平头 穿着统一的白色的鞋 统一的袜子 大家形象上都没有差别 然后训练就是上篮 扎扎实实的上篮 他说不定也能扣 但是他就是不扣 因为他很讲纪律 他希望这个球队的训练是个统一的东西 然后大家练都是在练基本功 没有练任何酷炫的东西 中国的这边我看到就是扣篮 什么各种跨运球 迷妹们的尖叫 这是美国童年龄段前五名的篮球高中 蒙特沃德学院 在赛前热身的片段 片段中堪比扣篮大赛 场下观众欢声雷动 另一个片段是今年塞尔维亚国家队 在世界杯对战阿根廷队的热身片段 同样扣篮不断 从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 无论我们是想学偏向个人表现的美国篮球 还是侧重于团队体系的欧洲篮球 都不应该在热身中排斥扣篮和胯下运球 也不应该像上个世纪的观点一样 要求我们的运动员统一着装和发型 我个人认为球队热身的方式因人而异 只要能起到帮助球员进入状态的目的即可 这和平时训练中的侧重点 以及球员篮球智商的高低并无直接联系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劲爆的扣篮和漂亮的动作 更能调动全场的氛围 增加篮球比赛本身的观赏性 以下这个片段 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篮球现有体制的理解 具体如下 很遗憾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苦口婆心 揭露中国篮球体制黑幕 通篇提及了31次体制的作者 却连中国篮球现有体制是什么 都没有真正搞清楚 在过去 中国的职业俱乐部确实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能力 来培养自己的青年队成员 大多数情况是和当地的体育局合作 从而实现青年队的养成 然而 随着中国篮球目前职业化的不断发展 体育局和俱乐部的合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合作方式 第一种像深圳领航者和广州龙师 是完全的民营俱乐部 其轻讯梯队和当地的体育局基本没有人事关系 第二种是C杯中目前比较常见的 将体育局所谓的青年队纳入俱乐部的管理体系 类似一种委托培养的关系 其日常梯队运营全权由俱乐部负责 青年队的队员升入一线队以后 体育局也不会干涉人员流动 但到了国家层面的比赛 俱乐部有义务派遣运动员代表省体育局参加 第三种是目前极少情况的 也就是体育局在双方的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像山东等地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球员的流动仍然受制于体育局的干预 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会发现 目前中国实际上在做清训的单位 是俱乐部梯队以及地方篮校 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普通高中的校园篮球 相较于原来由国家出钱培养球员 目前像新疆、广东、北京以及深圳等CBA强队 每年都花了大量的钱投资在青年梯队的建设 这些球队也逐渐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俱乐部清训体系 像北京队还在最近几年推出了除鹰计划的项目 由俱乐部出钱赞助梯队成员去海外深造 尽管目前中国篮球还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干预 职业队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当地体育局的影响 但中国目前早已经不是视频里所提到的举国体制 准确来讲 中国篮球目前处于从伪职业化到完全市场化的转型期 且视频中谈到的很多少体校的概念 目前也并不是中国篮球顶端人才的主要输送通道 至于作者说的郭爱伦靠郭世强的关系上位 以及周期在国家队训练期间靠饭鞋赚钱 这些空穴来风的恶意抹黑言论 我觉得没有任何分析讨论的价值 对于周国二人本次世界杯的发挥 我个人也感觉非常失望 但更多的是一种怒气不争的遗憾 一种恨铁不神钢的无奈 我并不赞同视频里全盘否定运动员的行为 这种赤裸裸的网络暴力 对中国南南的未来发展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想用我在世界杯赛后 微博上写的一段话作为视频的结尾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媒体 目前都不应该借着比赛的缘由 去渲染那种毫无道理的末日情绪 这种像病毒一样传播的恐慌 只会促成喷子们的狂欢 蒙蔽事情的真相 大赛成绩或许是大众了解中国篮球最直接的方式 但绝不是最全面最理性的方式 姚明上任后的改革 虽然很遗憾没能在短时间内带来成绩上的突破 但却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更合理更健康的篮球生态 我们的联赛在商业运作 市场影响力等多个方面都在飞速进步 我们的校园篮球以及青年篮球人才培养的工作 在多个地区稳步开展 精英计划等留学项目鼓励了我们人才选拔的多样性 这些实打实的项目早已落地扎根 留下烙印 绝不会因为一次大赛而改变 更不会莫名其妙地在一夜间倒退十年 我坚决捍卫每一位媒体人拥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但我个人选择尊重篮球一线工作者 在近些年来勤勤恳恳地付出 世界杯回来以后 我希望我们能按照之前改革的路子 继续把工作做深入 做细致 剩下的一切就都交给时间